草屯正国民党部长期关心地方弱势族群 这是由现议员简锦贤 简俊廷与李周中议员服务团队 走入巷弄内 在寒冬里为需要帮助的角落默默付出 让这些受惠者在寒冬中可以感受到温暖 中国国民党草屯正党部 我们慈善志工队 今天由我们队长简锦贤议员 我们党部的主任委员 以及我们现议员李周中 以及我们党籍议员简俊廷 所有的都是我们志工的成员 今天特别来关怀我们草屯正 总共有六个里 我们今天有帮忙我们地方 这些挤难缩困的家庭 总共有八个家庭 能帮忙我们这些 甚至需要被帮忙的这些家庭 在连关的时候也给他们一些温暖 先议员简锦前希望能够在寒冬里 帮助镇内需要帮助的角落 也让受惠者在寒冬中感受到温暖 我们草屯顶东部慈善志工队 来到草屯顶多个地方 都来做到我们的慈善 及咱救助这个工作 持续关怀弱势在寒冬中注入一股暖流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来帮助社会上学习 需要帮助的角落 我们一直持续来做 这个志工队随时欢迎 我们所有的定民 每一个时间 如果有赌到或是知道出品头尾 需要帮助的 我们都一直会来做做会来关心 也希望 希望在这次草屯镇国民党部的帮助之下 让收惠者在寒冬中感受到温暖 也希望能有更多善心人士共襄盛举 记者刘永春草屯采访报导